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开书 只因这慈禧皇太后对一审张文祥赐马一案的结果不是很满意 故而才派出刑部尚书钦差大人郑敦锦来到这江宁二审赐马一案 经过十几天的时间 钦差大人郑敦锦终于捋清楚了一审的所有细节 并且掌握了一些民间以及官场对此案的流言蜚语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十五也就是登吉的时候 郑敦锦决定带着自己的亲随 以及当时赐马案在场的两位相关人员 一位就是马心仪的贴身护卫头叫做玉吉三 还有一位是马心仪府上的管家张荣 准备去马心仪遇刺的现场 实际的去走一遭 这钦差行员呢和这个总督衙门离的并不远 咱们开篇的第一篇就交代过了 这个总督行员啊实际上并不是总督衙门 江宁城那真正的总督衙门呢 在挠太平天国的时候 被这个长毛发匪的头子洪秀全改成了天王府 乡君呢攻克了南京城以后 一把大火呀这天王府被稍微灰烬 现在呀还是一片瓦砾还没有修上 那么说这总督大人他不能没有地方办公呢 这两江总督啊就暂时借用了江宁府的衙门 也就是说这总督府啊原来是江宁支府的府衙 所以说呢这马心仪遇词的地点 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两江总督府 也就是总统府的附近而是在江宁支府衙门的旁边 郑敦锦带领着这些人 穿上了便装屡屡屡屡的可就来到了江宁府的教场 因为两江总督马心仪就是从这个教场回府的路上 才被刺杀的到了教场一看呢 半年已经过去了 哎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模样了 月社时候的月台呀早已经拆掉了 不过在北墙的一脚上啊 还是有一个脚门 富江玉吉三呢用手指了着这个脚门 跟这个钦差大人郑敦锦回道 说大人当时月社完毕以后 马总督就是从这个门出去 才遭到了匪人的刺杀 这时候的郑敦锦呢 好像想起了什么 转身呢 问这个玉吉三和张荣 说当时歹徒所用的凶器 你们看到了吗 这玉吉三说呀 看到了 是我呀 把这凶器捡起来呀 才交到宫堂上的 这郑敦锦说呀 我也厌看过这把凶器 你要说他是匕首吧 他只有一面刃口 你说他是牛耳尖刀吧 他这个刀头啊 又是圆形的 这他到底是一把什么刀呢 这郑敦锦说呀 大人呢 这把刀叫免刀 他比这个云南缅甸的刀啊 要短 经过咱们这个中原人变革之后啊 大概也就是刀刃一尺五寸左右 比起咱们中原的刀啊 首先能方便携带 其次呢 无论是批度还是刺杀呀 都可以使用 受卑职直言 如果只是一把匕首 即便扎进马欣仪总督的身体 哎 这罪犯再脚刀 可能啊 创伤也不会这么大 因为这匕首啊 头是尖的 这免刀啊 头比较宽 所以呀 创面就大 才导致这马制台伤重不治 几个人出了脚门以后 就是那条通往总督衙门的剑道 一眼望过去呀 从这个脚门到总督衙门的侧门 也无非只有四五百米 虽然呢 今天是登节 但是这街上啊 没有什么人 正因为是过节的缘故 城内的夫子庙啊 有庙会 这庙会上啊 还有涉火花会 这大多数的老百姓啊 都奔那儿了 所以这条街上啊 格外的安静 细细数数的 只有几个匆匆的过客 郑敦锦呢 对玉居三和张荣说 当时总督被刺的时候 你们二人都在身边 你们两个人呢 又是总督身边的近人 这公文上呢 绝不会把所有细节都写清楚 你们二人呢 一定要仔细想 仔细回忆 不要漏掉一丝细节 都要和我呀 交代清楚了 这张荣赶紧说 没问题大人 当时啊 我就在马总徒的身边 我给您从头细细支支的讲 有什么讲不到的地儿啊 这玉大人呢 再给我补充 当时啊 我们大人从脚门出来以后 我陪着我们家大人呢 走在中间 富江玉居三 带着几名群髓 走在前边 这后边呢 三四十步以外呀 就是保护大人的 十几名个啥哈 其实大人呢 每次跃射以后 都走这条剑道 这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了 剑道大人出来以后啊 也并没有这个围观呢 堵塞道路的情况 相反呢 这些老百姓啊 都纷纷的躲到了道路两侧 我们一行人呢 出了叫场的脚门 往这个剑道上走的时候 没走出多远呢 其实就有一个人跪在道旁啊 向总督告帮 像我们这些呀 在总督身边服侍多年的人 都认识他 这人是马总督的同乡 叫王贤镇 是个非常无耻的家伙 仗着自己呀 有个秀才的功名 又和马总督是同乡 时不时的就到总督府啊 求这个马总督帮助他 开始啊 这制裁大人还拿钱打发他 后来呀感觉此人过于无耻 这样下去 那就是没完没了 也就不理他了 他跪在道边啊 也不像话 这熏木头夜话龙 就过去把这人轰走了 再往前没走几步 哎这张文祥就从人堆里走出来了 操着浓重的北方话呀 跪在地下 他跟这个马的人说呀 制裁大人在上 小名张文祥有冤 我们马制裁呀 看他可怜 才收下了他的壮旨 张敦锦说 这么一个商人靠近你家制裁大人 你们这些人 作为身边的保镖仆从 就没有防备吗 这玉吉三说呀 回大人的话 我们还就真没防备 因为这张文祥当时手上并没有凶器 这壮旨啊 被卷成一个纸卷 他双手推过头顶 跪在地下呀 用膝盖往前爬 给人一副可怜馅 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防备 加之这马的人说呀 让他把壮旨呈上来 我们才把他放进马大人的身边 他到了马制裁的身边之后啊 一腿跪呀 一腿弓 把壮旨就呈到了马大人的面前 我们总督啊 顺手就把这壮旨打开了 就在这一瞬间 这人犯张文祥才从靴筒子里拔出刀子 刺中了马心仪大人 郑敦锦说 那你们觉得这马大人他认识张文祥吗 听郑敦锦这么一问呢 这张荣和玉吉三 这两个人都纷纷摇头 他们说呀 我们不觉得这马大人和张文祥认识 这句话郑敦锦相信 因为如果这两个人认识的话呀 这马心仪脸上或多或少 肯定会带出来 这会儿这张荣又说 在马的人遇刺往后倒的时候 我一把扶住 这马制裁嘴里含和呼呼的 说了一句话 好像是找着了 这郑敦锦一听 哟 不可是意外的收获 这找着了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这马心仪真的做了亏心事 一旦被死之后啊 他觉着 是被这仇人找着了吗 于是转头问玉吉三 你听见了没有 玉吉三说呀 我离大人的大概十几步远 事发之后急忙翻头往回跑 我没听见这句话 之后这护卫马便一拥而上 就把这张文祥捆起来了 这张文祥站起来之后啊 仰天长笑 把刀扔在地下 对着人群呢 说了几句胡话 说什么养兵千日 用灾一时 杀人者就是我张文祥 与他人无关 听到此处啊 这郑敦锦也是低头思索 这找着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边问话一边聊啊 这几个人可就走到了 总督衙门的侧门 只听着门里 哭隆哐当啊 传出了开门声 两门分开 从里边走出了一位年轻人 这个人呢 身上带着笑 看见郑敦锦呢 领着几个人过来了 聊衣服就跪去了 对郑敦锦说呀 小只马玉珍参见世伯老大人 虽然没见过呀 郑敦锦一听名字就知道了 这是马心仪的养子 叫做马玉珍 这郑敦锦呢 早就听说过 这两江总督马心仪 虽然官居一品 但是啊 缺一门 怎么呢 没儿子 所以在早些年呢 就把自己的堂兄 马心户的一个儿子 过激到了自己的名下 就是跪在自己面前的 这位穿着笑的 马玉珍 马公子 这郑敦锦说呀 虽然我与古山兄 同朝为官 不过此时此地 你称呼我为世伯不合时 朝廷令我彻查此案 你又是苦主 所以呀 我们还是按官场的规矩办吧 你起来吧 这马玉珍呢 连声称是 立刻改了口 改称这郑敦锦呢 唯 钦差大人 既然按照官场的规矩来 这马玉珍身上啊 他有功名 所以啊 他自称卑职 他说 卑职有下情回禀 多次啊 到钦差行员 欲求见大人 只不过回事的师爷说呀 不经钦差传唤 涉案人员 均不接见 昨晚大人传唤府上管家张荣 我预料啊 今日钦差必勘验现场 所以啊 我早早的就在门阀这等着 这才和大人相见 郑敦锦思索了一会儿说 那好吧 既然这样 你下午来一趟钦差行员 咱们在这儿啊 当街说话总是不变 这马玉珍呢 连忙跪下 又给钦差大人 郑敦锦磕了一个头 于是啊 两拨人各自回府 那有人说这大赏我头的又遇上过节 哎 这马玉珍就不请这钦差大人到府上用饭吗 哎 这马玉珍知道 你请了呀 这钦差大人他也不会去 所以呢 张大嘴干嘛 干脆两遍两遍 下午啊 到了钦差行员 还有这个药物禀报 说说不要麻烦 眼看就到了下午 这马心仪之子 马玉珍奉钦差之欲啊 来到行员回话 二堂见到郑敦锦之后 二话不说 扑突突跪倒 是伏地痛空 边哭边说呀 大人呢 一定要为我付身冤 还我父亲大人的清白 郑敦锦说 你起来回话吧 有什么事啊 咱们坐下来说 这马玉珍一边起身呢 一边把手就伸到了怀里 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就承给了钦差大人 这郑敦锦展开一看呢 呦 是张戏单 那么说什么是戏单呢 这戏单啊 就是剧团印制的小广告 一看这标题啊 赫然而写 张文祥刺马 这钦差大人看完标题之后 就是一皱眉头 这怎么能编成剧本 登上舞台呢 再一看这内容啊 更是称奇 就是前文书啊 咱们讲到过的 马心仪 余色富有的版本 这剧情当中说呀 这马心仪不但杀害了自己的结拜兄弟 还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张文祥为兄弟报仇 才刺杀了马心仪 见郑敦锦读完之后啊 这马玉珍又哭诉道 这贼人何等之猖皇 就在我父尸骨为寒被刺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上海那边的戏边啊 就排出了这种大逆不道的戏 连天上眼是场场爆满 御府之人 关系津津乐道 街头巷尾呀 把我父亲简直传的就不是人了 还望大人彻查此事还我父亲的公道 这张敦锦说 哎 这事自然得是查 那么我还有事啊 要问问你了 自马都遇刺以后 这府上还办没办过白事啊 这马玉珍一听啊 知道这钦差大人话有所指 连忙答道啊 说大人必定是听到了什么 府上啊 确实死了一位姨娘 家父确实有三位夫人 一位呢 就是障令夫人 也就是我的母亲 还有两位呢 是家父早年娶进门来的姨娘 可是这二位姨娘啊 都是四十多岁 已年近五十 我们府上没有传说当中 貌美角色的小妾 随父亲而去的那位姨娘啊 本来就体弱多病 得知父亲被人刺杀 着急上火 这才轰事了 想必卑职所听说的传闻呢 大人您也听说了 无非就是诬陷我父亲当年呢 被这个发匪俘虏 投靠年匪 并与贼人结拜 成事之后又余色富有 是杀有夺妻 实际上啊 您查一下就能查到 那会儿我父亲 其实已经不在安徽了 已被朝廷升任为浙江巡抚 这瞎话啊 要是连时间都对不上 也没有什么可信的了 这郑敦锦听完呢 连连点头 和这个马玉珍说呀 这事本来我就存疑 听着就不可信 我问过张荣和玉吉三 从马的人见到张文祥之时 脸上的表情观察呀 哎 这马大人和张文祥之间并不认识 所以呢 这余色富有意说 我本就不信 那么有一件事情啊 我心里一直有个问号 非常好奇 也就是 这马大人遇刺之后 为什么要口称 找着了呢 这马玉珍联邦解释说呀 我们家呀 山东人 家父自然又山东口音 被刺之后 说的那句话呀 不是找着了 而是山东话 炸着了 对了 哎 就是炸着了 我当时啊 听旁边人跟我一形容 我就明白了 可是没想到这句方言呢 引出了这么大的误会 张敦锦听完之后啊 看了看马玉珍 他说 有一句话呀 本不应当对你讲 不过此处并无他人 我问一问你也无妨 既然呢 你来找我 定是觉得呀 一审不恭 这刺贺张文祥背后啊 定有主使 那你是怎么认为呢 尊府上下又是怎么看呢 这个 马玉珍闻听此言呢 倒把头低下了 脸仗的痛红 好像是啊 有话说不出 郑敦锦看子情性 察言观色 连忙又跟上一句 为人子者定是以孝当先 金女夫被刺 若有隐瞒 耽误了追查真凶 你对得起死去的仙人吗 这一句话不要紧 触动了马玉珍的心肠 跪在地上伏地痛哭 才向郑敦锦 说出了一件 惊天的 秘密